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欢迎回到我们多元族群分享爱的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很开心的跟这个阮氏玉衡 聊到了这远从越南嫁过来台湾 然后在台湾呢 也有自己呢很完整 然后也还蛮不错的一个家庭生活 那当然呢对于呢 这个异国文化的一个冲击及适应 我觉得呢从这个玉衡刚刚的访谈当中 我觉得他适应得很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很认真很学习 然后也也有领悟到学习到说呢 时代的一个改变 包含了爱的教育的这一块 对我刚刚想说 你把那个孩子而且还是男生 尤其他现在是青春 正值要青春叛逆期 但是他还是可以这么的模型 对我觉得这还蛮不太容易的 平常你除了比如说课业 课业因为大部分都还是老师 没错 师长在那个处理 那你这个家庭生活的一个互动方面呢 比如说他会不会很好奇地问一下 就是有关于越南的语言 越南的文化 妈妈你那边的一个状况 甚至你有没有带过他回越南呢 会 因为是说我现在基本上 如果我出去外面办活动的话 我会带我儿子去跟我出去体验 怎样的活动 就是说我跟外配中心合作 对然后就是我们去外面做一个 办一个那个文化介绍 就是外配来台适应什么 我必须带我孩子 我都会带他出去适应 你是说类似像那种新著名的活动 对对对对对 而且还可以就是有那种代代相传 就是接着 对对对没错 就是可以让你们小朋友一起也来认识 就像我现在就是说 好我去演讲 我会去演讲嘛 是 然后我会带他去让我做个小助理 好 然后在我在那个假如是 怎么讲 就是一般的社区 我在市区也是在做一个 越南的好 介绍越南的传统的美食 我帮他带去 带去做一个小助理 让他去 所以他现在来讲 他会会听越南语 他会他会讲一些 你在家里有跟他讲越南语吗 我基本上在家都会跟他讲越南语 那爸爸的角色或婆婆的角色 会属于开明的 还是会有一点点 好 那个界定 刚开始我的孩子 我刚他跟他讲越南语 应该这三年来 因为以前的话没有 因为婆婆还在 他我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我还没有试探过 可是之后来我跟我孩子讲越南语 就是因为婆婆他不在了 然后慢慢的去接触到越南这块 外配这块 然后跟他讲越语 可是我老公非常支持 对他就跟我说 对孩子讲越南语是件好事 所以现在我的孩子 我跟孩子讲话 基本上是用越南语沟通 所以家庭里头的成员支持也是很重要 没错 那小朋友他有曾经抗拒过吗 有 或者是因为讲越南语的一个部分 可能会让他跟同侪同学的相处 会不会有一些些特别 让他觉得不太习惯 好 他一开始听不懂 他不要 当然 他不要 他有说他不要 他不要 他说你讲那个我听不懂 我跟他说没关系 你听久了 你听就听得懂 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这样子这件事情对来讲是一个骄傲 我跟他讲的 我说因为你今天在跟我聊天的时候 旁边的一位同学 他听不懂你的语言 那这是你棒的一个地方 多了一个语言的优势 因为你可以讲话 人家听不懂 另外一个语言 你听不懂 必须他少了这一块 你有了这块 你多了一个优秀 多了一个机会 是 对 然后之后来 他像这样子 他刚慢慢的去接受我 接受我的语言 好 然后一开始 他就接受了语言之后 我就让他的同学接受了我 是 好我就会假如他办上考试完了 我就会带一些小点心 我们越南的点心过去学校 让请他市长师 小朋友师 之后来 回来 给我一个新的回报 我的儿子 妈妈 我的同学场 光光你的东西 他说你妈的手艺太好了 对他妈来讲 对我 我感觉在我儿子跟我聊当中 我想是一个骄傲 对 对对 就是对 慢慢的去适应他啦 所以其实你也不会抗拒 就是一开始会太在意 或担心别人的眼光 不会 你还蛮乐于 打开你的人际关系 对 因为我觉得 而且透过你自己的母国文化 没错 对 就是一个是我的潜能在 我必须要把它发挥出来 我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你自己拥有了 你不会发挥它 那是等于白拥有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你可以做得到哪里 你尽量去做 对对对 会不会你们家的小朋友 因为这一块 真的会觉得说 哇 好厉害 因为大家都很赞赏 妈妈的点心 之后就开始 有更多的自信 所以他也更愿意的 没错 去接触越南文化 那你有带他回去过吗 我基本上回去 都会带他回去 是 对 然后我们预估 九月份回去 因为是这个九月 我妹妹要结婚 然后我想要拜一个 传统的婚礼 所以他跟我说 那你因为我在这边 我去教科的时候 我都会穿越南服 是 狗服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也想要穿越南的狗服 你必须要买一套给我穿 那所以这一次回去 我可能会帮他定做一套 越南的狗服 给我家的儿子穿 对对对 那你家的儿子 就是跟你们家那边的亲戚 比如说包含了这个 外公外婆 是叫外公外婆 是没错 他们的互动呢 因为我妈妈会过来台湾住 住一两个月 是 所以他 他因为他会懂 很熟悉了 对 他还会懂语言 所以他可以跟他沟通 刚开始可能会腼腆的害羞 可是 融入久一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之后 他就会 对他讲不是一个问题 对对 就你本身的经验 比如说你自己来台湾的事业 然后再加上现在呢 就是婚姻生活 然后又有第二代 而且看你这样一路走来 当然会有辛苦的部分 没错 但现在看起来 讲起来是 非常开心的 没错 喜悦的 那就这样子一个经验呢 有没有 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话 想要来鼓励大家 可以多认识 多国文化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 我的想法 在一个人的想法 就是说 我们都勇于学习 对 不要害怕 对 什么事情 没错过 不代表你不会 所以要想是他 而且要勇敢的去面对他 如果遇到了挫折 那也许就是把它 那个意思是个 你爬起来的一个目标 你从哪里跌 从哪里站起来 才是那个你知道那个痛 从痛的爬起来 是最成功的一条路 我觉得是这样子 然后 多多学习 多多补充自己的学历 来证明我 可以的 我 对 然后 也是感谢 很多大家都要与说 贵人都在身边很多 心带怀着 感恩的心去做每一件事 对对对 因为目前我也是说 苦重 然后很多人的帮助 所以我现在想说 我之后 想要去做个社工 来陪伴 就是说 做了回报社会 给我的 我现在回报回去 对对对 太感动了 谢谢 欢迎你加入 谢谢 我们今天呢 真的非常的开心 有听到 玉衡精彩的一个故事 然后也让大家 可以开拓更加 更多的一个视野 去结交呢 更多的一个好朋友 那节目最后呢 夏威也要来提醒一下 邀请这个 所有的听众朋友 可以到我们 城市广播网的网站 来玩一个叫做 星星相惜空中雷台赛 的一个网络游戏 过关斩将之后呢 你就可以呢 为自己拿下 还不错的小礼物哦 再一次的 谢谢玉衡 谢谢 也再次谢谢听众收听 我们期待下一集的 多元族群分享爱